被告分批離開九龍城裁判法院 其中三個人是三姊妹 她們的代表律師分別在庭上求情 32歲的大家姐嚴美琦的律師說 被告去年在區議會選舉前幾個月 去到經常幫襯的旺角食市標記樂園 被人遊說提供個人資料登記做選民 律師說被告並不清楚登記表格的內容 純粹以為參選要有足夠的選民支持 到選舉日被告打電話給最小的妹妹 即是同案的24歲被告嚴思明 嚴思明當時幫參選人黃標做義工助選 在妹妹的要求下嚴美琦最終去了投票 律師說她沒有想過一時露妄會導致中票 至於二妹嚴凱文的律師說 被告同樣是在有關食市被職員遊說登記做選民 填表時地址一能留空 被告本身對選舉和政治都沒有興趣 從中也沒有金錢得益 純粹為了幫人 至於投票就是希望幫到做義工的細妹 三妹嚴思明的代表律師 形容被告單純和有傻勁 因為失戀想填滿時間 因而應要求登記做選民助選和投票 希望法庭考慮緩營或者社會服務令 至於另外五個被告 他們的律師說各被告都有悔意 沒有金錢利益 主要是出於幫朋友 登記做選民和投票 沒有考慮後果嚴重 主任主任裁判官羅德傳判認辭說 選舉舞弊行為是極之嚴重 監禁系適當的判刑 考慮到各被告認罪 判各人即時入獄兩個月 獲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 其中三姊妹在律師求情時和文判之後 都不停飲入 案情說八個被告去年七月登記做選民 填補的地址是在旺角 但其後被揭發並不是當區居民